司机违反常理的道具你知道吗? 每一个都太假了,为什么这么设置呢? 1.激光瞄准器 激光瞄准器是握把中比较特殊的存在 因为它的激光是能让妖射瞄得更精准 所以它降低的是不开进食的子弹散步 激光瞄准器在现实是有激光的,所有人都能够看到 可在和平精英中却只有自己可见 队友和敌人都看不到激光,这就违反常理了呀 2.摩托车头盔 摩托车头盔就是吃鸡中的一级头 虽然有两种颜色,但其实都是一种头盔 装上后步枪冲锋枪手枪都不能一枪爆头击杀了 可这个头盔是摩托车头盔呀 在现实主要起到防止撞击的作用 是根本不可能防弹的,实在太假了吧 3.燃烧瓶 在和平精英中,燃烧瓶可以点燃一整片区域 玩家被火烧到会持续掉血 可在现实不仅仅是这样 在现实燃烧瓶是能点燃载具的 里面的人也会被烧到 而且还能点燃房子,花草树木等等 可在游戏里这些都做不到 这就有点不合理了呀 小伙伴们,你们还知道哪些道具违反常理吗